会所与人情 平时虽无奉恨 伪尽获胜 不识斗争 故云获失 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事情常常有 什么原因呢 从小没有接受过神仙教育 不懂得忍让 认为什么忍让就吃亏了 决定不肯吃亏 一定要站在前面 不肯落后 所以 这一生当中 苦难在所不明 纵然是 具高位 得大富 他也不快乐 跟我们小时候受教育 完全不一样 我们小时候 小朋友在一起玩 都不许竞争 要学忍让 要学吃亏 不怕吃亏 吃亏有福 老人是这样 老人是这样教我 我们这一生当中 没有跟人增过 在学校念书 那么多年 我不跟同学生 我不跟同学生 我的考试 大概都是 差不多都是 我第一个教育 我一算 六十分 再加几分 六十六七分 我就加几分 所以老师都笑我 为什么不做了 我出去玩去了 几个了 就行了 年年几个 我小时候 记忆力很强 所以书不需要问习 我听过的时候 非常注意 那一边听下来说 足够应付考试 我把我的时间 放在图书馆里头 读我喜欢读的书 所以我的知识 一般同学 不能想比 我看的书太多了 我不在乎分数 我喜欢的东西 学下念书的时候 我喜欢做文 你看念初中的时候 我的做文 一篇 不会少过一千字 很多时候 都会学到两三千字 喜欢吗 这个分数就拉得很高 不喜欢的东西 书学不喜欢 我会做 所以我跟我的老师讲 同学做不出来的 我到黑板上去做 我能够做出来 我就不要教练习部了 老师跟我就有这个约定 所以我不要教这个作业 老师同意 在南京念说 老师所谓班主任 他特别喜欢我 不要浪费时间 所以我在阔语读的东西很多 知识的面很广 在学校 在学校做学生头 那个时候的学生头 会惹以后的麻烦 国共抗争的时候 国民党以为我是共产党 共产党以为我是国民党 你还灭不到 但是我们很守规矩 我们不作乱 学生时代就好好念书就好了 其实游行示威 我就不参加 我也不喜欢同学参加 所以我学校老师对我很好 我们有学生自知会 学生有组织 各个学校举行的示威行动 我们学校派四个代表就行了 学校造成伤口 没事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学校校风 在南京摆在地 那些场面就应付就好了 不要防盖我们多数 不要防盖我们正常生活 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 这个观念都很正确 老师们都很怀疑 所以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是绝对不能避免 没事 他在这找死 那有一点把贬 就免不了口水 这个事情 我们在一生当中 遇到的太多太多了 怎么处理呢 认真去听 有则改之 无则加灭 这毁谤 谣言 有要改过 要感谢他的提醒我 没有的时候 要勉励自己 绝不能犯过失 怎么应对呢 不理他就好了 所以他说 说久了 没有反应 他就不说了 像骂人 给他骂 我们在旁边听 接受他骂 不回话 骂个一个钟点 两个人 骂累了 再不骂了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不能对骂 对骂就越骂越严重 别人打我 我躺在地下 他就不好意思再打了 已经打倒了 这是我从小学来的 父母教的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事情很容易解决 过个一年天 他来道歉 我对不起你 你要是还口 就吵起来了 要还手 就对打起来了 你还面对上海 还占便宜了 同学老师看到了 某人很有修养 我还接受赞叹 都是老人教的 我们用了一辈子 所以许许多的难关 都迎刃而接 对人没有运恨心 都是欢喜心 你批评我 我赶紧 错误的批评 也赶紧 对不咳 我好带来 我再来 原因 我